少女向远警报案求救 竟被要求当成诱饵 约出性侵嫌犯 直到判决出炉 夸张案件的细节才曝光 而且又是发生在桃园的中立分局 日前一名13岁少女 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张姓男子 聊天时双方达成性交易 却也被曾逼迫传不哑叫 而事后她没赴约就遭到恐吓 妈妈发现异状 立刻带着她到警局报案求助 偏偏警方却要求少女假装约出嫌犯 第一时间被载走了 远警没跟上 更让她遭到性侵后才上前逮人 案件法官审理后 以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 将张姓男子判处8年有期徒刑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 这样子的钓鱼执法 已经违反了警察职权行使法 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 判决出炉地检署也提到 因为一开始少女都没有提及这样的过程 是到了法院审理时才说出 有追加起诉法条 不过警方却这样回应 行动当时均有监护人同意 及全程在场陪同 并无单独以13岁少女作为幼儿之状况 执行中发生被害人脱综失控情形 把所有问题推给妈妈有同意 只是这样的侦查方式真的有符合规定吗 明明可以阻止却便宜行事 没有完善的规划 中立分局近来屡屡出状况 尤其都是警方执法惹争议 尽管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 不当侦查作为恐怕也得进行惩处 TVBS新闻林志伟 谢伦桃源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